你们亲爱的猫,我是文杰 好久不见啦朋友们 差不多有一个月左右,猫见了吧 最近有不少我的朋友拆根 问我什么更新 其实我最近都解呀 大家在评论区发个文杰回来了 给我一点鼓励好不好 最近看了大家的留言 有人说我去个北区去了 有人说我去个旅游去了 还有有人说我带我的偷懒 到武汉这个家室的话 我要在不学前的话 估计有人说我被隔离了吧 其实 我最近是状态有点不太好 就是经常失眠 经常到晚上三十点钟都睡不住 然后有时候 又一次到五六点钟才睡住 嗯 你们看我这个下巴口头 都是痘开了吗 我这个晚点不长痘的皮肤 今天夏天 痘子不停地毛额头高头 然后下巴高头就是不停地长 嗯 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种状态啊 就是经常晚上到床上 搬来搬磕的就睡不住的那一种 嗯 有不有啊 其实这期间我磕一趟 看湖泊金门可漂流 我也拍视频 但是我碰到了 最烙的一脸 然后 视频都烙糊了 然后把手机放到水道里 讲文 也还是不行 就像大家说的 湖泊变成湖泊 武汉变成武汉 我的视频也变成了 胡达达的 所以我也没法 然后我就想到 半生前期这么烙 不知道我的血烙呢 写几天呢 你们总说我长好了啥 我想呢 健身的话 的视频估计也有一定的效果吧 因为运动啥 那小的呢 我调个操 今天会把我的老腰扭了 那个操我调了几百遍了 真的是不应该呀 我想 是天气烙了 还是我真的老了 腰过的今天好了 我又把背扭了 我真的是 你们说我今天十多都结了 前段时间在烙的时候 我还有个朋友去采访 武汉环卫功能的视频 但是一直都在审核 这边都已经凉快了 估计这两天会跟大家见面吧 烙天都够完了 问姐的姐应该也够完了 后面我们几手个招 好奇的好玩的东西 把之前的都捂回来 拜拜